晉穎 你之前是當這個主播 你在處理這個新聞 也有被利用嗎 演藝圈很多對不對 新聞圈也很多這種同事 你後面也有見 有 難怪我們是一個坐車禮 對 我們在前面是真的有 剛剛是被下屬對不對 我是被我的上司稿 我的老闆講 我跟你說 那時候我還剛進新聞圈很菜 然後我們常常跑什麼新聞 就是主管叫你去跑什麼新聞 你就跑嘛 對不對 有一天我就發現 我的那個主管 他就會拿一張採訪通知出來 你比如說某某產品發表會 也沒有什麼藝人去 也沒有什麼請到什麼大咖 沒有 就是產品發表會 所以包小店的發表會 對 包小店 阿松包小店 起一個 我就說這個 我要採訪什麼 沒關係 隨便寫 隨便寫 去一下就對了 好 那我原本的新聞呢 當然要 沒有 要 當然要 原本的要 那這個你就輕鬆去 加減 加減坐一坐 然後我講 你是我栽培的人 你是我的人 討人情 這個東西就是 我不會給這個一般人 我給我 左右手 很看重你 對 很看重 我想說那這樣的話 以後不得了 我可能會 對 我就想說 很菜 對 我很菜 就想說這樣 當然要配合他嘛 這樣就去 然後我就做了好多次 然後後來我才耳聞 就是聽到一些比較資深的 就說 他就說叫你們這種菜鳥去 那為什麼他會叫我們去呢 有一天呢 就是我們那個新聞部 更大的長官突然衝出來 因為那個新聞正在播放 真的就沒什麼點 就只好 隨便這樣揉一揉這樣 他出來說 這樣新聞誰做了 爛套了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因為我們後面都要署名嘛 誰誰誰 才報報導 對 他說 火星 過來 這樣 誰叫你去跑這個東西 然後你又不能說 誰叫你去跑這個東西 我就說 因為我有收到採訪通知 我覺得好像可以去跑 好像可以去跑 一點新聞Sense都沒有嗎 然後他就說 左右手都是被尻的 你很懂事喔 你還沒有把長官給 撈出來 自己扛了 我難看啊 對 我是左右手耶 自己扛自己導演的 然後那媽媽 後來他就說 我觀察你很久了 你最近都在做一些這個 奇奇怪怪的那種爛新聞 沒新聞點的 天啊 是不是一點Sense都沒有 然後後來講一講 我就只好被罵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下次會改進這樣 然後他突然靈氣一動 他說怎麼樣 妳很菜 年紀輕輕 現在就學會收錢了是不是 然後因為這個其實 就是有點新聞台 裡面有一些你知道 就怪到你頭上了 對 他就這樣年紀輕輕 你就已經開始怎麼樣 收業配 做業配 我說我沒有啊 然後已經講到這個份上 我就覺得不行了嘛 因為已經 不會做新聞是一回事 收錢是一回事 收錢如果這個被烙死 就是太黑了 對 就太黑了 然後我就眼神就這樣默默 就飄像那個 你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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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神這樣 去看我看你 猶豫遊戲有沒有這樣看過去 然後結果那個長官 我看到他的眼罩 他居然 我以為他會出來說 我以後就這樣 對 他突然說 結果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 好 那什麼新聞 好 好 好之前不先想一下 對 然後他跟我說 這種包子店你也去拍 他說你不要給我在那邊 搞事了 我跟妳說 我是這樣教妳的嗎 你是我的旗下 我是這樣子 你真的心寒耶 天啊 過河拆橋 你知道我當下真的是 我眼淚真的會看出來 沒有要你扛了 對 也要扛了 然後當下我也不能說 扛到底了 不就你嗎 不就你嗎 你也是 還是顧著他 只好就是你知道 好可怕喔 真的很可憐 新文圈跟演藝圈差不多耶 對 超可憐 這一職場 我覺得在每個環境 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狀況 在職場上就是一個江湖嘛 就像我們剛剛那個 邱文仁老師說的 人在江湖飄誰能不愛刀 真的 但是我們總是有方法 可以稍微自保一下 不要愛那麼多刀吧 你們曾經有對話 比如說如果是現在 你說我現在要過去 跟你談謀謀我的事情喔 你有這個LINE的時候呢 你事實上就可以把它截圖 留下來 為什麼一定要截圖呢 因為我們也用過LINE 我們知道LINE有的時候 也會被 之前的紀錄洗掉了 它會污污的時候 就會不見識 對 這些 那我覺得這一切 如果這件事情是有一點 敏感的時候 你保留這些證據 未來都有可能可以保護自己 不被人家黑到底啦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 多方的求證 去問清楚說 你跟他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可以怎麼幫你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呢 就是像主管有的時候 要求你做這個 結果他 他不認了 像真實的情況 比如說 或者是有些大的長官脾氣 很暴躁 他就會跟我們這種中間主管說 你去給我把他截圖掉 或是怎麼樣的 可是過了一陣子 他就說 我說氣話你 你還真的截圖嗎 這樣截圖呢 這種事情 我們也常常會碰到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呢 如果是現在的我 我就會賴回去說 您說要我去處理某某事情 是真的是要這樣 是確認嗎 那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就馬上執行 對 但這個時候 其實也給主管一個 他可以收回成名的機會 至少你有表示說 你曾經為了這件事情 而且是在等主管 非常明確的確認 就是直接打電話叫你做 不會留下紀錄 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主動邀請我們 對不對 對 或是那你就錄音了 真的要一直很用心的經驗 對 好 再來看 接下來有什麼甩鍋劇呢 宿妹評審錯怪我 好認識的 要甩鍋 最衰耶 沒有 這件不是我 這件不是我 今天這個事情是我朋友啦 他超衰的 他有一次就是 他從捷運站出來 他下了那個樓梯 然後他一個轉身的時候 旁邊突然有個阿婆 打了一個噴嚏 然後打完噴嚏之後 直接一個亮槍 啪啪 咬 最可怕了吧 這個麻煩了 因為他下班了 對 他旁邊沒有人 所以就是只有他看著 老阿婆掉下去 對 然後離他們最近的第三者 是捷運站裡面 便利商店的店員 那個角度就是剛好擋住 你知道嗎 也沒看到 還錯位 然後這個阿婆 然後我朋友就趕快下去 就把他扶起來嘛 結果這阿婆呢 就整個就真的有點昏迷 不行這樣 他就一直叫他 一直叫他 然後就覺得很害怕怎麼辦 第一件事先打電話 叫救護車 對 然後救護車一來之後呢 他的 問他的那個家人幹嘛 就開始看他的東西 因為警察來才可以看他的東西 然後打電話給他的家屬 他家屬一來之後呢 就說這我媽怎樣 我朋友講的給我聽之後 我覺得印象非常深刻 醫護人員叫他 叫那個兒子叫他 他一叫他之後就說 媽媽 媽 妳怎麼了 媽媽就說我擲桌 然後他就說 妳是自己擲桌 還是去用車桌 這句話太... 太誇張了 感恩耶 老人家 老人家 很清楚啦 很嚴重的 老人家是嚇到 我朋友說 不是 不是我 他哈手 假牙還噴到我 他自己跌倒的 然後你知道這警察就開始 年輕人 你把他推倒是不是 我沒有啦 你是趕時間下班嗎 我沒有啦 你不要跟我亂講 但是你... 對 然後就開始問喔 然後我朋友就急了 然後就真的說 我是好心幫他打電話 他是真的打噴嚏 他假牙還打到我 然後我朋友就把他整個 形容給他聽 最後是打電話 請問里長附近有沒有監視器 然後問那個捷運公司 有沒有監視器 最後問到一個是出入口 在拍最後那個鐵門關的 因為他是在樓梯下方那邊 有噴到一個東西 飛出來老人家才跌倒 因為不清楚 不清楚 所以可以證明老人家 是先哈啞 假牙噴出來才跌倒 不是我朋友推他之後才跌倒 真的有哈啞那個感覺 那還好是監視器 還有拍到一個不清楚的畫面 不然他不是白口默面 要感謝那個假牙 打得正是時候 後來就是因為那個監視器 所以才解決老人家說 他推他的這個 對 這個好可憐喔 那個超衰的耶 衰喔 這種是素妹平常遇到衰事 一種就是說 或者說有點熟又不太熟的 這種鄰居街坊 那種如果遇到事情也是麻煩 很可怕 惡鄰居真的是 怕死人 我是發生在我爸媽家 我爸媽家就是 前陣子就入住了一位鄰居大哥 然後那位鄰居大哥 他好像很有錢這樣子 然後在那一戶 那一個 我們是住在社區裡面 然後他就在裡面 買了很多戶這樣子 然後買了很多戶 他可能有些想要投資 就想要賣 然後當時他想要賣房子的時候 其中一戶就是 然後他怎樣都賣不掉 那就不是 這不是這個什麼的問題嘛 對不對 大家就怪當怪腮 他就說 看到鄰居在那個梯間 我們會有那個消防梯 消防梯的地方 那通常我們下雨天回來 是不是會把雨衣 雨傘 稍微的先讓他那邊晾一下 對不對 他說這個叫做 有流水 影響風水 所以人家來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錢財會 對 然後住家裡面 難免會有一些人 就是有小孩子嘛 然後就是會哭 幹嘛什麼的 然後他說這叫做 他說這個聲音 對 會主導那個 聲音的聲 聲音的煞 音煞 音煞 對 然後就是那邊 怪當怪腮 然後說什麼 有人在家裡煮菜 煮很香 人家不是都說 這個很香啊 哪家有什麼煮菜 他說沒有 這個叫做 反正什麼他都可以怪 什麼都有煞 對 那他自己 murmur也就算了 我們就聽一聽 就是說反正他就是 自己賣不掉房子 怪東怪西就算 但是不是喔 它會影響到所有的人 例如說 有一次呢 是我小孩 就是呢 我帶我小孩回我爸媽家嘛 然後我小孩 就是乖乖坐在那邊看卡通 吃布丁而已喔 我不知道他是千里爾 還是怎樣 他衝上來狂按我家門鈴 叮噹 尤其是很兇的喔 然後他的那種兇的程度 是感覺好像有出事了 然後我小孩還被他嚇哭 對 我還嚇哭 然後就 就把他躲到房間去啊 然後就啪啪啪一直敲門 因為我爸魚眼看 就是那個鄰居來 他看我們不開門 就開始砰砰砰 把他錄下來 他就是音煞 對 對 他錄下來 他錄下來 音煞氣 沒錯 然後打開門 他就劈頭說什麼 你們家是不是有小孩 吵死了什麼什麼 吵到我小孩不能睡覺 然後吵到我們整個鄰居 啪啪啪罵一大堆 然後我親眼目睹 我才發現 真的是有這種任 因為我小孩 他真的坐在那邊吃布丁 看電視 完全沒發出任務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 劉律師 這狀況怎麼辦啊 其實就是說 千金難買好鄰居 對啊 那我們如果遇到 假設這個鄰居 他真的就是到處檢舉 其實法律上我們不能直接制裁他什麼 因為如果真的有什麼 疏失啊 被檢舉了 真的是需要去做改善嘛 可是如果他明知道 就沒有這些事情 而惡意去做檢舉 那法律上面就有可能構成 剛才阿松講的 強制罪 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那在這種狀況下 其實公寓大廈 本身也可以制定一些住戶規約 來制止 像這樣子的鄰居的行為 那如果經過多次的勸導 這個鄰居仍然不改善 甚至最嚴重的狀況 可以 可以嗎 可以喔 那透過法院的程序 效果非常強 它高到可以把這一戶 強迫賣掉 透過法院把這一戶 直接拍賣掉 天啊 所以用拍賣的賣掉 對 用拍賣的賣掉 在我們公寓大教管理條例 二十二條 有這樣的規定 那一戶代表一票嗎 一戶一票 那他 譬如說一百戶 他佔了五十一戶 哪有這麼多 佔了五十一戶 但他也只能住一戶啊 有住才算一戶 不是啦 就是說 的確他或許佔了很多戶數 可是他的表決權數 未必有那麼多啦 真的 這樣放心了 對 這樣可以出一口氣啦 沒錯 所以你看這樣子 其實不管是在 我們的生活當中 還是我們在工作崗位上 其實真的常常會遇到 被甩鍋的情形 然後自己扛了黑鍋 也會覺得說我也太悶了吧 所以今天節目裡面 能跟大家分享很多 就是江湖在行走 保命符還是要拿好 所以這節目內容 通通把他好好記下來 承著冷靜 然後慢慢有一天就會 把這個鍋還給你 對 所以希望看完今天的節目之後 大家都不要再傻傻地 被甩鍋囉 好 加油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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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